康熙皇帝的一生非常精彩 其中第一次出彩就是清除敖拜 敖拜是康熙初期的全臣 几乎掌握了八旗所有的兵权 既然拥有这么大的实力 敖拜为何没有取代年幼的康熙皇帝 而是最后成了康熙的阶下囚 其实,敖拜根本没有取代康熙的实力 即便是有这个心思,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清朝的制度非常特殊 与之前所有的王朝都不同 年轻的顺治皇帝去世以后 年仅八岁的玄业继位 这就是康熙皇帝 由于皇帝只有八岁 根本无法处理政务 因此留下了索尼、敖拜、厄碧龙、苏克萨哈等四位辅政大臣 这四个辅政大臣中 索尼年老多病,根本无心证悟 而厄碧龙则十分滑头 谁也不想得罪 所以最后就剩下了敖拜和苏克萨哈 这两位大臣中展开了一系列的较量 最终,苏克萨哈失败 敖拜开始大权独揽 四十年幼的康熙皇帝 根本没有任何实力 敖拜有的是机会 从实力上来说 敖拜已经大权在握 虽然西南地区的吴三贵仍处于半割据状态 但天下大部分军队都在敖拜的掌握之中 如果敖拜发动政变 完全可以除掉康熙 但清朝的政治制度非常特殊 与之前的王朝都不一样 这注定敖拜无法成功 在之前的历史中 全臣发动政变 自己取而代之的事情比比皆是 例如隋文帝阳间 宋太祖赵匡印等等 这都是自己一家的事情 只有摆平了皇族 天下基本上都在自己的手里 但清朝不是这样 清朝首先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满洲八旗是一个庞大的集体 这个问题根本绕不过去 早在清朝的前身后金时期 这个政权就是围绕爱新觉罗家族组建的 敖拜虽然大权在握 但他没有取代康熙的能力 当然敖拜也低估了康熙皇帝 虽然敖拜无法自己做皇帝 但是他可以拥立其他皇族取代康熙 康熙皇帝有自己贪玩的假象 成功的麻痹的敖拜 最终 康熙皇帝发动了政变 囚禁了全臣敖拜 康熙没有杀敖拜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敖拜虽然专权 但根本没有谋反的心思 依照康熙的性格 如果敖拜是因为谋反而被生擒 那至少也是斩力绝 再加上敖拜在清朝入关的过程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最终 康熙皇帝没有杀敖拜 而是圈入高墙囚禁 除掉了敖拜以后 年轻的康熙皇帝开始掌握实际权力 这是一代帝王崛起的开始